三人全被依诈欺罪,以送法办 记者谢谢中阳亲缘,台中报了 真心希望这些诈骗集团就这么不敬业下去 这样子才可以减少民众受骗上当 而现在是午餐时间,我们来帮大家加加菜 您听过烤鸭三区,但是您有听过北京烤鸭的十种吃法吗 这回的烤鸭食区呢,是台湾的厨师 亲自前往大陆取经 而回台吹出这样的创意料理,相当受到欢迎 一刀切下,清楚听见鸭皮酥脆的声音 每三两下功夫,鸭皮就跟鸭肉分离 包进特制的烙饼皮里,搭上大葱跟黄瓜 大口咬下,口齿留香 特选来自于宜兰温泉所养殖出来的英国樱桃鸭 皮包油脂丰厚的特性,经过烤炉烘烤之后更能展现 师傅特地前往北京学艺 结合自己原本江浙菜的底子,自创烤鸭食吃 金黄酥脆的烤鸭出炉 光看厨师手工片鸭就口水直流 北京一个片皮的是蘸糖吃,那去而解腻 一般烤鸭三吃不稀奇,现在还能够食吃 除了常见的蘸酱,包粥,炒肉 还可以跟当季水果入菜做成压松 甚至是结合了台式点心的做法 创新烤鸭料理,全新味觉,新体验 记者王小华,特选报道 暑假不外乎就是要吃跟要玩